夫人并没有挂断电话 他还有一些疑惑 你为何知道会长的序列 白雾知道对方一定会问这个问题 你们的人绑走我的时候 使用了极为靠前的序列 但刚才被我反杀的时候 临死他都没有使用序列 我只能怀疑他的序列消失了 一个人序列不会无缘无故消失 除非那些序列本就不属于他 见电话那头沉默 白雾又说道 我该离开了 尊敬的夫人 有机会我很想见见你 我打赌 你一定很漂亮 顺便问一句 我应该可以直接离开吧 第三层不可能有屠宰场 如果有 一定是包装在某个更大的企业建筑里 白雾也不确信 屠宰场外 是否还有某些危险的埋伏 尤其杀了对方的人 尽管对方答应了一些事情 但这些事情 就跟董王的商业承诺一样 毫无可信度 好在他很幸运 没过多久 电话那头便回复道 你可以走了 但你最好忘记 今天发生的一切 会长要死你 就像捏死一只蚂蚁那样简单 这个手机你可以收着 我会再联络你 作为一只两次反杀的蚂蚁 白雾点点头 我对会长的敬仰 犹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 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会长就是天上的药羊 为我指引道 嘟 电话那头陷入盲音 白雾名嘴 走出了屠宰场 如他所料 这里并非真正的屠宰场 而是某处地窖 后来做成了冷冻室 地窖的上面 是一处工厂 工厂的大门处上 写着 红远高塔生产机地第四分厂 白雾的肩膀还有血迹 疼倒是不疼 但感觉很痒 他索性还抹了一些血在脸上 里头的一些工人 见到白雾是从地窖出来 并没有觉得奇怪 甚至对白雾身上的血迹 也习以为常 他们都是来自底层的人 第三层限制了他们诸多的权力 而进入各家工厂 企业还会额外限制他们一些权力 常年在这里生存的人 也都明白一件事 不该问的不要问 不属于自己工作范围的事情 就不要管 千万不要以为 多帮老板做一些事情 多知道一些事情 他就会提拔你 他只会安排 你做更多的事情 或者觉得 你知道的太多 直接处理掉 白雾也没有想太多 普雷尔之眼 让他看到了 其中几个赌装的探子 他坦然地离开 往疯人院的方向走去 疯人院 在解决了巨汉之后 五九便联络了 十三分队的队长刘牧 主要在于 刘牧的能力比较克制 这名前调查军团的干部 这次突然遇袭 五九也很诧异 塔生辉为何会对调查军团出手 其真正目的在于什么 他们和燕九的失踪 是否有关系 这些比较好脑子的事情 便只能交给白雾 而他们始终不见白雾回来 五九料想着 白雾大概已经和 郑玉君的人打成一片了 林妹妹就比较直一点 想着白雾大概沉迷女色 乐不思蜀 叶卫明一直在询问一些病人 但没有发现 疯人院的疯子们住在一起 却又各自分离着 他们的精神世界过于混乱 根本没办法维持正常的社交 就好比院子里 下着夕阳棋的两个人 一个人以为自己在下西洋棋 另一个人则以为自己在下象棋 而且他们都忽视了对方的存在 认为棋盘的棋子 被一股神秘力量驱使 长期跟这样的人相处 自然是不封也得封 直到夜晚 白雾才到了封人院 你也遇到了塔神会的人 见到白雾 五九先是询问了伤势 随即在一间空置的房间里 并开了林无柔与叶卫明 白雾对于矮哥不打算隐瞒 便一五一十地说出了经过 听完之后 五九有些自责 是我失职了 既然我遇到了袭击 我也该想到 他们可能根本不在乎秩序 会对你也进行偷袭 你这次做得很不错 没想到赌装竟然也是塔神会的势力 不怪队长 我也同样差异塔神会的疯狂 说起来 镇玉军对塔神会是什么态度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塔神会很神秘 高塔镇玉军对他们也无可奈何 塔神会的据点在第四层 那是一个镇玉军行动起来 也有颇多顾虑的地方 白雾点点头 这个答案不意外 也难怪那位夫人有底气放自己走 因为对方太强大了 这次遇袭 其实就是一个面试 自己活下来了 就算是出事通过 而完成了所谓的试炼 便算是复事通过 既然你成功躲过了这一劫 那就不提这个 其实你若前往底层 反而更安全 底层过于混乱 反倒是塔神会难以渗透的地方 对了 你和镇玉军谈妥了 嗯 明彻应该是相信我了 镇玉军里头 明彻这个人算是灰色地带混的 他做事还算有章法 跟着能得到不好好处 吴九对镇玉军的人倒也颇为了解 白雾也感觉到 明彻不算太坏 不过他还是得表明忠心 队长 我是七队的人 我是不会跟着明彻的 吴九点点头 但又说道 但你可以与他多来往 这对你以后晋升曾经有帮助 我可以默认你两边间谍的关系 这后门开得太大了吧 白雾诧异地看着吴九 吴九坦然说道 一个人贪财好色很正常 这样的人才更有亲和力 如果要改变高塔的秩序 源头不在于底层 白雾摸了摸鼻子 矮哥这是真把我当SP了 不过能说出这番话 算是对我交心了 今晚你就住我隔壁 另外 明日你最好直接把锅甩给镇玉军 白雾点点头 这招还挺妙的 镇玉军一离开 自己就遇袭 刚好可以借此发挥 指责镇玉军合作无诚意 先君子后小人 为了消除误会 明彻说不定会进一步地提供线索 并且暗中派人保护自己 一举两得 矮哥还是会很聪明的嘛 第二日 一切就如同白雾所算计的 事情朝着有力局面走 明彻得知了白雾遇袭后 第一时间就判断出 袭击白雾的人 和袭击五九的人是一伙的 他们来自一个 让人头疼的组织 塔神会 为了解释清楚误会 明彻对白雾的态度 更清静了些 也安排了一些镇玉军的高手 保护白雾 不过镇玉军从上到下 只有队长级别的人物实力强悍 中间力量 比起调查军团 就差了一个档次 所谓高手 也都是二阶五段左右 实力甚至比不上白雾 第四层的资料 调动往第三层 并没有花太久 白雾来到了一处 明彻的私人酒庄 酒庄的名字 叫明玉庄 里头经常会有一些 来自四层的显贵之人品酒 也是明彻勾搭达人妻 当隔壁老民的资本之一 不过今日没有往常那么热闹 白雾直接被管家 请去了明彻的书房 在这间 比他底层住所大上书房里 他把燕酒留下的线索 全部都带来了 白雾首先看到的 便是一幅画 这是燕酒的作品 他用作品两个字 是因为这幅画体现出来的画工 已经超乎了他的想象 很少有人能将自己 所想象的东西 完美地呈现出来 这张画很值钱 如果小画家死了 会更值钱 如果有一天 你们前往黑色区域 找到了画中的景象 那它的价值 又得再提高一些 有放大镜吗 白雾盯着画 背对着明彻 有的 明彻很快递来了放大镜 白雾拿着放大镜 白雾拿着放大镜 对这幅画赞叹有加 我很好奇 贵族的子女 会接受教育吗 底层的人 会接受最为简单的教育 也就是算术与识字 自然 从第三层开始 只要你有足够的财力 你可以保证子女 学到一些高塔时代之前的课程 明彻很满意白雾的态度 这就是贵族 与底层这些粗鄙之人的差距 他很希望 白雾能够体会到 摘掉这个次字的意义 这幅画画了一座塔 屹立在某个暗淡的地方 能够看到几个比较大的黑点 如果用放大镜观看 就能发现这些黑点 全是燕九根据书里的内容 所绘画出的各种奇怪生物 也就是那些恶朵的样子 灰黑的色调里 有一座巨大笔直的固塔 高塔外全是密密麻麻的怪物 颇有一种丧尸围城的感觉 人类无数次 想要寻找到高塔的真正位置 会否700年来 他们已经找到过很多次 只是每次传送到这个区域 就被怪物们吞噬了 但仔细一想 黑色区域的边境 恐怕也是红色区域级别的 这画面 说到底 只是燕九对塔外的猜想 乃至幻想 虽然不排除这种猜想 有接近真相的可能性 这幅画并不大 也因此 这幅画的作画难度极高 白雾甚至发现 每个恶朵都各有特点 有些恶朵在自相残杀 有些恶朵则在指挥其他恶朵 还有一些恶朵 穿着人类的衣服 显得无比神秘 燕九的想象力 让白雾感到佩服 这堪称微雕的画工 更是让他叹为观止 这可不是学校能教出来的 这是真正的天才 明对 这样的天才 被关在永远不让出来的疯人院里 到底是为什么 明彻摇了摇头 说道 有些事情不该问 而且这件事 我确实不知道 好的 白雾不再多言 他继续观察这幅画 这些黑点密密麻麻的 镇玉军的人也都观察过 但不如白雾 观察的那般仔细 高塔的存在如此笔直 看着像是某种参照物 那间屋子里 唯一留有的线索 便是他画在镜子上的弧线 但从他画作上表现的功力来看 那道弧线不至于那么的多 广哥告 我最近再用的看书Eppy 幻元神器 Eppy书源多 书籍全 更新快 一个画师的手 自然很稳 否则画出的线条 就会缺乏力量感 顺着这一层思路 白雾回忆起镜子里 那道弧线的轨迹 以高塔为参照物 往下看去 很快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按着弧线轨迹 他找到了几个截然不同的恶朵 这些恶朵的手里 都戴着戒指 但都戴在不同的手指上 白雾隐隐明白了 又问道 燕九小姐还留下了哪些记载 全部在这里了 明车的手指 像书桌的另一方 有一些零零散散的画作 但白雾直觉 这些画里并没有任何线索 余下的便是日记 日记里一些关于第四层的事情 已经被选择性删除 留下的 几乎都是燕九在疯人院的经历 里头倒是记载了一些 关于和疯人院的 不同精神患者们交流的方法 但这方法白雾确信 这只是燕九留下的幌子 从日记里 白雾发现燕九很久之前 就和一个奇怪的病人一起聊天 这个病人救助疯人院第六层 那间他还没来得及去检查的屋子 也就是无久遇袭的那间病房 当然不是塔神会的人 而是那间病房原本的病人 也是这个病人 告诉了燕九很多塔外的知识 日记里有一段话是这么写着的 高塔是人类最后的避风港 恶朵们无法进入高塔 但人类比起恶朵并不自由 恶朵享受着更为广阔的天地 人类却束缚在这座高塔里 总有一天 塔外的恶朵会找到进入高塔的办法 毁掉这座塔 将人类解救出去 既然恶朵才能在新的世界生存 那么变为恶朵不就好了 这段话是那位疯人院的病患 告诉燕九的话 燕九只是记录下来 但对这番话还存在疑虑 真是危险且疯狂的思想 这拙裂的谎言 济世感太浓了 该隐 这段话让白雾下意识地 就想到了这么个人 如果该隐潜伏在疯人院 这也非常合情理 而且是该隐的话 带走燕九就太容易了 那道高强对于该隐来说 就是儿戏 不过 目前不能百分百确定 毕竟从他穿越到这座高塔起 见到的魔幻现实太多 不排除只有该隐一个疯子 只能暂时做这么一个假设 假设该隐带走了燕九 那么燕九最有可能在的地方 就是塔外 而戴在手上的戒指 不同手指对应不同的数字 所以 那是一个区域编号 白雾陷入了思考中 明车看着白雾 确信这个人真的有所发现 他颇为期待地看着白雾 而白雾正被一个问题困扰着 也是整个失踪案最为关键的地方 但如果是编号 就代表前往这个编号的区域 能够找到他 可问题在于 这个编号三天就会失效 燕九已经失踪了不止三天 编号也许早已失效 那他留下这个线索的意义是什么 等于 没想到吧 我今天竟然还有一个 若是用牵引轮盘 的确可以前往这个区域 但牵引轮盘必须按顺序前往 我只能先把该引安排的区域都通关 才能前往这个区域 真这么做 燕九怕事都变成恶朵了 这个思路是错的 我进入了误区 白雾很快推翻了自己的想法 但他感觉到 自己已经走到了真相的跟前 只要撩开最后一层青纱 便解开谜题 但这一层青纱过后 也许看到的将会是颠覆性的真相 我得再回忆回忆细节 这个女孩子 情绪很可能有问题 属于一旦离开塔外 便很有可能变成恶朵的 而在某个疯子的蛊惑下 他或许很想变成恶朵 但从日志上的话来看 他对这个人抱有怀疑 而且 他在镜子上留下那个笑脸符号 是为了让人注意到 这个数字编号 但如果是求救的话 为什么要这么隐晦呢 蓝不成和第五层 某个大人物的丑闻有关 如果是求救 自然要越直白越好 所以 这不是求救 或许是一个委托 案件之中 扣着另一起案件 目前的推理 白雾都没有实证 因为他始终无法想明白 在不用牵引轮盘的情况下 如何前往一个编号失效的区域 白兄弟 如何 可有什么线索 明彻说道 白雾点点头 又摇了摇头 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我没有琢磨明白 但我大概知道了 燕九小姐的下落 他去了哪里 塔外 明彻的脸色有些难看 这岂不是案子没法破 不 案子能不能破 还得最终确认一下 你要怎么确认 我找到了塔外区域的编号 假如这个区域还能去 那么大概率 我能找到燕九小姐的线索 但这个区域很有可能是蓝色区域 甚至更危险的区域 我可能需要帮手 五九是最合适的 白雾看着明彻 意思很简单 你想要破案可以 但你必须跟我一起 以身犯险 否则我就只能找调查军团的人跟我一起 为了活命 我选择高塔最强的五九和我一起 合情合理 明彻并不笨 很快想到了一件事 这幅画已经有一阵子了 你是通过这幅画找到了编号 没错 我知道明队的疑惑 区域编号或许早已失效 我们根本无法进入 我不能现在就解答这个问题 我只能假设 这个编号并没有失效 假设 我不太懂 明彻没有跟上白雾的思维 白雾也没有解释 说道 事不宜迟 我要出塔 至少得去试一试 如果这段编号是有效的 那这个案子我一定能破 如果无效 说明我判断错了 塔外凶险 你就一定有把握能够回来 没把握 但出塔调查这种事情 我们调查军不做 还有谁做 明彻沉默 这句话其实有些暗讽镇玉军 但出乎意料的 他并没有生气 反而对白雾的印象更好了些 他原本以为 白雾只是和他有一些 共同的爱好 以及聪明的头脑 但现在看来 白雾还颇有胆色 高塔真玉军和调查军 最大的不同在于 调查军团 不会畏惧出塔 斟酌了一番后 明彻摇头说道 我是一个生意人 我不能出塔 我只能祈祷一件事 白兄弟 你能活着回来 而且 比调查军团的人 先找到线索 我是你为自己人 白雾笑了笑 说道 我也想跟着明队做事 带上吴九这个蟒夫 只是多一个保镖 他脑子不好使的 这话明彻可不认同 不过在他看来 吴九也的确没有白雾聪明 见识到了疯人院的规格后 白雾意识到一件事 燕九身上藏着某个秘密 足以让他永远无法离开疯人院 而燕九最大的特点 在于情绪缺失 和对塔外有着迷一样的憧憬 白雾因应感到 燕九或许和塔外某个区域 有些渊源 至于这个案件的最大难点 就在于燕九留下的区域编号 是否失效 如果未曾失效 原因是什么 白雾没有答案 他也只能利用逻辑里 最常见倒退来破局 白雾很快辞别了明彻 明彻其实可以安排 几个镇域军的士兵随行 但他想了想 也没必要 一来这些人身手和脑子 都不如无久 二来 任由白雾行动 能够表现出足够的信任 再者 他更倾向于 这是白雾的一厢情愿 这幅画 很早很早之前 就被燕九创作出来了 如果燕九去过这个区域 或者有人去过这个区域 那么这个编号 早就失去了作用 所以明彻并不是很担心 离开了明彻的人气庄园后 白雾直接回到了封人院 将自己的发现 告诉了吴九 吴九也和明彻一样 注意到了编号超过三天 无法前往区域的问题 但这里 就能体现出 吴九与明彻的差别 比起自身的疑虑 吴九更相信白雾的判断 他很快安排了林无柔 还有叶卫明 与前来协助的刘牧一起 同时叮嘱了刘牧 小心塔神会 安顿好这一切之后 吴九和白雾便前往了底层 巨大的升降梯里 白雾问出了一个问题 队长 如果我们查到了燕九的下落 但是却也因此知道了 第五层某个大人物的丑闻会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 第五层又叫统治者层级 你或许会得罪其中一个大人物 但你必然也会得到 另一个大人物的青睐 白雾懂了 制衡 我们和镇玉军看似势不两立 但镇玉军的上头 和我们调查的上头 又都有共同的敌人 这次既然有人让调查这个案子 就说明 不管镇玉军还是调查军 都会竭尽所能查到真相 拍了拍白雾的肩膀 吴九说道 况且 真要出什么问题 也轮不到 你一个调查员单则 我会顶着 白雾放下心来 矮哥着实靠谱 二人聊着一些案情细节 很快就来到了底层东部广场 不同颜色的石碑 代表着会将人随机传送往不同颜色的区域 但如果持有区域编号 只要编号没有失效 就会前往特定区域 哪怕是白色石碑 也可以进入蓝色区域 反之亦然 白雾输入编号的时候 也担心过会否编号真的失效 一切都是自己错判了 但很快 他和吴九担心的问题 就变了另一个 编号没有失效 只是白色的石碑 在传送目标时 正常情况下会涌现出白光 但这一次 吴九和白雾 都被紫色的光芒吞没 意识再次陷入浑浊 周围仿佛笼罩在一层 浓厚的紫雾当中 当雾气消散 意识清明的时候 白雾听到了一段声音 各位旅客 我们的飞机 因为受到航路气流的影响 有较为明显的颠簸 请您坐在座位上 系好安全带 洗手间将暂停使用 谢谢您的配合 在紫光包围自身的时候 白雾并不担心 毕竟之前的区域广阔 有矮鸽在 自保不成问题 但这一次 他万万没想到 紫色区域的危险程度 竟然如此真实 他所身处的区域并不广阔 甚至对比之前来说 非常狭小 这是一架客机 出发地是何处不知道 降落至何处也不知道 艳久是否在这个区域也不清楚 而白雾目前望过去 飞机上所有的乘客 都是恶朵 这是一架大型客机 载人量在350人左右 头等舱 公务舱 经济舱的布局 为30人 50人 270人 白雾所在的区域是经济舱 分为三个舱室 一个舱室90人 每排6人 有15排 而这15排里 满满的都是恶朵 他的第一眼看下来 背注还来不及弹出 但这些除了轮廓还像人 其他身上各种畸形异变的生物 不是恶朵 还能是什么 就在白雾的旁边 就有一位正在看汽车杂志的恶朵 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些疑惑 似乎感觉到了某些异样的气息 正要转头望向自己旁边的人 这一切观察都在短短的瞬间 以至于白雾还没有看到 普雷尔之眼弹出的信息 如此紧急的时刻 白雾直接站了起来 放眼望过去 全是恶朵 没有人类 甚至连救命夫矮哥都没看到 更别提厌久 他们在另外两个舱 还是说在公务舱和头等舱 白雾望向了飞机的舱门区域入口 这么多恶朵他根本看不过来 现在必须要第一时间 了解一些宏观信息 嗯 那 我的老伙计 我该怎么描述 你这不平凡的一天 我建议你写本书吧 就叫开局乘坐死亡航班 假如你还有活命机会的话 这本书一定会畅销的 这是一架永不坠落的航班 距离飞机爆炸 还有三分钟 而你正在三万英尺的高空上 如果你落下去 那么你会从紫色区域 落入红色区域 啊这 全约恶朵忍了 三分钟后 飞机还要爆炸 且不说能不能从飞机上逃离 即便逃离 这还真叫 开局乘坐死亡航班 与此同时 静静地 看着身边的恶朵 作为一个经济舱的恶朵 他注定不会太有钱 就像他身处紫色区域 却只是一个三级变异的恶朵一样 他生前最喜欢看的是汽车杂志 现在 他和这些杂志 相依为命了700年 期间一共发生了1045种结局 白乌立马注意到了关键信息 期间一共发生了1045种结局 是什么意思 他的大脑 就像是开启了零食号的计算 在恶朵即将发起攻击的瞬间 想到了好几种可能性 除非恶朵与恶朵间有某种默契 比如共同服务于某个更强的恶朵 否则他们在一起 最大的可能性 是互相厮杀 就像第九病院里 以利亚会吞噬第二栋的恶朵们 而第一栋的七个恶朵 却服务于红鹰 如果他们不会互相厮杀 又法离开固定区域 难不成这些恶朵都友善地 在飞机里待了700年 看起来 的确不像是有厮杀过的痕迹 而且 真就我一到场 飞机就要爆炸 三分钟的时间能探索个什么 不对劲 一定还有某个能说得通的重大线索 没有找到 恶朵扑向了白雾 三级变异的恶朵 和二阶九段的白雾 目前处在五五开的水平 正常来说 这个时候 恶朵们会疯狂扑向白雾 他们的情绪感知能力 大于器官感知能力 甚至可以说 因为身体部位畸变 有些器官已经失灵 可就处在如此逼刺的空间里 总会有一些恶朵 能够感知到白雾 但这些恶朵并没有扑向白雾 他们的注意力 在另外的藏使 白雾很快猜到了情况 是矮哥 自己没有负面情绪波动 矮哥肯定会有 所以 除了距离自己最近的这只恶朵 其余恶朵 都起身奔往仓室入口 白雾没有想那么多 第一时间启动了返回轮盘 这个区域过于危险 不过即便准备离开 白雾也没有停止观察周围 飞机的信息太多 仓门处只是给到了一部分 白雾盯着窗户 通过窗户 看到了外面的天空 他本准备大声呼喊 通知五九 也启动返回轮盘 但备注打断了白雾的动作 以你的实力 或许可以打破窗户逃跑 毕竟 这是逃跑的唯一法子 乐多们会很羡慕你 因为他们无法离开这片区域 返回轮盘 正常来说 你是可以回程的 但谁告诉你 物理规则只限于 天气温度这些初级层面 我说了 破窗跳机 是唯一出路 当然就算落地了 基于我对红色区域的认知 你们大概也是无法使用 返回轮盘的 猛男沉默 备注的意思白雾很快理解 他现在切身体会到了 什么叫物理规则扭曲 气温异常 超高温超低温什么的 只是最为普通的状态 如果是高度激变区域 甚至会出现时空紊乱 原来如此 所以才会出现 飞机在空中 飘荡了700年的诡异情况 因为空间层面的规则 发生了异变 而这些异变 也导致返回轮盘 与高塔的空间关联 受到了干扰 要怎么做 越是危急 越是反应迅速 这是白雾翻盘的利器 但就算是他 在被一只 恶度拖住的情况下 也绝对没有办法三分钟内 想到通关线索 好像死定了 前所未有的异样感觉 在白雾的内心涌现 我是在害怕死亡吗 好像也不是 万表的数值为零 我也没有恐惧是该有的反应 或者说是挫败感 一分钟过去 爆炸倒计时还剩百秒 百秒的时间里 白雾什么也做不了 他只能确定一件事 返回轮盘的确受到干扰 自己无法返回 除非找到该区域的 末日拼图碎片 而且还必须祈祷 这碎片能让物理规则正常化 但是他没有时间了 矮哥是一个英雄 我不该拉他跟我陪葬了 白雾低声叹了口气 甚至放弃了反抗 准备任由恶朵撕咬自己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刀光 从仓势的另一端 如雷霆横射而来 整个经济舱里 九十来只恶朵 在这恐怖的一刀下 有半数身手分离 寒芒锁过 各种颜色 诡异的恶朵血液喷溅 五九提起那只 与白雾纠缠的恶朵 冷冷地看着白雾说道 没大碍吧 白雾有些猛地点头 矮哥方才这一刀 看得他叹为观止 原以为这种 能看见斩切诡计的刀法 只有漫画里能够看到 从头等舱那些高级恶朵里 一路杀过来 然后瞬间在九十来只恶朵中突进 一刀斩下 来到了自己身前 这种绝对的强大 甚至冲淡了白雾的些许挫败感 五九说道 启动返回轮盘 那边的舱室里 有几个不太好杀的怪物 话音落下 五九横刀挡在了白雾身前 白雾张了张嘴 有些艰难地说出了那句话 队长返回轮盘失效了 我们可能会死在这里 高塔 第三层 明玉庄 明车诧异地看着丁泰生 把刚才说过的话 又说了一遍 那串编号没有失效 他们真的去了紫色区域 不会有错的 我可以跟你保证 就在十几分钟前 丁泰生也同样差异于这个消息 事关重大 他很快向明车汇报 截至五九等人前往塔外 已经过了将近二十分钟 丁泰生和明车都明白 这意味着什么 只是明车的疑虑更多 为什么艳九的画作里 会留下一串紫色区域编号 又为什么这串编号没有失效 艳九身上藏着什么秘密 竟然和紫色区域有关 而且紫色区域就算是那个矮子 也不敢保证绝对生存吧 丁泰生说道 这或许是好事 如果他死在了里头 咱们郑玉君 也算是少了一个劲敌 这话明车只能同意一半 五九很讨厌 数次折了郑玉君的面子 但他并不是郑玉君的心腹大患 因为五九被弃品行约束 做不出一些阴险的勾当 如果五九就这么死了 死前还依旧是两军第一战力 那就代表高塔损失了一个 无可替代的强者 这个人没这么容易死的 派人时刻盯着 底层一有消息 立刻联系我 我知道了 前往紫色区域调查 这件事他郑玉君知道了 调查军也同样知道 明车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刘牧那群人要是知道五九死了 怕是会闹出乱子 而如果五九没死 他和白雾真的在紫色区域里找到了燕九 恐怕燕九身上藏着的秘密 也足以闹出不小的动静 塔外 死亡航班 白雾用极快的语速 在12秒内讲述了自己的发现 飞机即将爆炸 无法使用返回轮盘 场景全员恶垛 且身处时空紊乱的区域 跳出飞机 也许会有一成生机 但九成可能性会落到更危险的区域 五九很果决 白雾的实力远远强过白雾在第九病院时看到的 即将步入三阶的他 只看到数道残影在疯狂切割 而刀刃与窗壁接触的声音极为鬼畜 白雾想了想 矮哥是对的 哪怕去更危险的区域 哪怕很有可能会从三万英尺的高空上坠落 摔个粉身碎骨 但好过直接死于爆炸 但这个念头 只持续了几秒钟就破裂了 二十秒 白雾骇然发现 矮哥的所有斩机都无法破开飞机 他猛然想起来 糟糕 这是区域 区域场景无法被破坏 备注提示 窗户是唯一离开的办法 但整个飞机都是一个整体 除非他自己爆炸 否则外力很难破开 至少这几百只恶垛 七百年来尝试过很多次 他们无法离开 普雷尔之眼提示了 这是逃出办法 但这个前提是拥有足以瓦解规则的力量 很显然 飞机作为场景本身 尤其是紫色区域的场景 极难破坏 十五秒 白雾说道 舱门 虽然场景无法破坏 但本身就可以打开的东西 或许可以逃离 五九没有犹豫 深化流光 整个人拖动刀身 带着一道银丝的轨迹 顺闪而过 白雾第一次感觉到了那些玄而又玄的意 在五九身后 他能感觉到恐怖的斩切之意 他只需要沿着五九刀身闪过的轨迹走去 根本无需担心这个仓势力 这些二级三级的恶朵 这个人画风不一样的 别人面对恶朵 是黑暗之魂 他面对恶朵 是三国无双 奇妙 舱门锁住了 五九皱起眉头 暴力斩机无法劈开锁 而要解开锁 他并不确定时间够不够 五九的腕表数值 到了二十九 属于内心的确拥有些许恐惧 却也依旧保持理智 眼下的确是生死一线间 白雾看到矮哥这个数值 内心十分佩服 情绪的气味 引来了其他舱室的恶朵 五九已经无暇顾及 他双手的速度快得 难以看清 但最后 他猛然间停住 舱门外的锁打开了 但内肘里还有 只有前往机长驾驶室 才能启动 五九的嘴动了洞 似乎想说些什么 白雾同样如此 但一切已经来不及 飞机爆炸 能够将所有恶朵 与整个场景摧毁的恐怖力量 瞬间席卷了一切 火浪如同饕贴一样 将整个场景吞噬 死亡降临的刹那 白雾那始终不曾波动的 腕表数值 极轻微地动了一下 最终又回到了原点 而最后的一瞬间 普雷尔之眼谈了一段讯息 这风格可以说是死不悔改了 BOOFLEM 剧烈的灼烧之后 白雾感觉到意识一阵模糊 大脑处在一片空白的状态 许久之后 这片空白开始慢慢消散 渐渐地 意识里浮现出一些古怪的信息 重新开始 再续前缘 设定 退出游戏 看到这风格熟悉的对话框 白雾就知道自己的眼睛又在调皮了 果不其然 下一秒 当他将视线落入到周围的空白处时 普雷尔之眼又给到了反馈 好吧 没有幽默感的家伙 你并没有那么多选择 人生也不是游戏 距离下一次爆炸 还有六分钟 你可得快些想办法 找到末日碎片 虽然你有无数次机会 可以慢慢寻找 但你的伙伴 未必能撑得住 爆炸不会带走他的生命 但会带来一些其他的东西 白雾猛然睁开了眼睛 这是一间装修颇为精致的屋子 但他还是能一眼 从穿着空姐制服的丑陋怪物身上 知道这是 在那架恐怖的航班上 我没死 结合之前备注的讯息 白雾这下明白了 爆炸不是自己带来的 而是这架飞机 注定会爆炸 这是一个循环式场景 但好在我的记忆没有清空 和上次一样 离白雾最近的那只恶朵 感知到了某些气息 但这只恶朵 可不是二级变异 或者三级变异的 白雾也很快察觉到了 这不友好的目光 他的初恋叫白杰 前妻叫王静 就在这架飞机所在的 航空公司做空姐 他有个兄弟叫喉龙涛 有个远方亲戚叫阿斌 曾经的单位门房大爷姓秦 在得知了飞机上 藏有炸弹的时候 他终于怨气爆发 直接变成了一只五级恶朵 完美即便词条 恐怖绿光 此等危机时刻 白雾可没功夫 同情这只恶朵 他很快分析起现状 我的位置变了 这次变成了 我在头等舱每次爆炸 会有不同的开局 尽管白雾很想多思考一阵子 找出这片区域的一些通关线索 但他的邻居 这位与白女士和王女士 有不解之缘的恶朵 即便等级是五级 白雾决定暂且称呼 他为浩克先生好了 面对三级恶朵 白雾能勉强支撑一下 但面对五级即便的浩克 他只能单方面被吊打 暂且不说完美即便词条 恐怖绿光到底是什么名堂 单单是力量与速度 就有着极大的差距 轻量级与重量级的战斗 往往瞬间奋出胜负 浩克先生那不能称之为拳头的拳头 直接将白雾整个人击飞 他甚至连防御都做不到 白雾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趁着意识还清醒 施展自己的压箱底壁杀技 队长救我 这四个字喊出的瞬间 矮哥并没有如天神般杀出重围 反倒是周围的恶朵 听觉还没有退化的 都朝着白雾奔了过来 浩克的爪子 直接贯穿了白雾的锁骨 头等舱里其他恶朵 也像是闻到了血肉的丧尸一样 狂暴地冲向白雾 白雾皱起眉头 糟糕矮哥再不来 我甚至撑不到飞机爆炸 经济舱 五九的醒来 源于疼痛 在他睁开眼睛的瞬间 便看到一只恶朵 将恶心地堪称巴掌大的舌头 在他脸上舔来舔去 这位轻微潔癖的队长 顿时为力泛起一阵酸水 咔嚓 他直接拧掉了恶朵的脑袋 随手扔了出去 五九不像白雾 虽然很冷静 胆子很大 但情绪波动是有的 方才惊醒的瞬间 就将经济舱里其他恶朵唤醒 好在经历了一次死亡后 他已经不觉得死亡恐惧 万表数值始终低于15 其他舱室的恶朵 并没有闻着味赶来 但五九也还处在一脸猛的状态 他的反应是 正常人的反应 不会像白雾一样 一清醒 立马开始分析周围 一只三级变异的恶朵扑了过来 五九一边露出茫然的神色 一边身体呈条件反射的来了一刀 直接腰斩了恶朵 我不是死了吗 这是怎么一个情况 这里是地狱 眼下的场景 其实比地狱更可怕 恶朵们并没有因为同类的死亡 而停止脚步 他们纷纷涌向五九 但最后五九就在一边思索 一边求证的半清醒状态下 把这些离得近的恶朵 一个个击杀 直到他听到了远处 传来了些微的声响 队长救我 但五九略有迟疑 约莫过了十来秒 他才自己想到了一个解释 难不成刚才的爆炸 是某种幻术 矮哥并不笨 但没有上帝视角 和普雷尔之眼 他的推论就显得颇为荒诞 这个念头涌起的瞬间 他再次抽刀 极光电影一般 奔向声音的源头 这一刀比之而霸道 仿佛一道绝对的分割线 身处在分割线内的恶朵 无一例外地 全部被切割 只是这一次五九 稍微有些迟了 他赶到头等舱的时候 就看见白雾被诡异地 绿光笼罩着 生命气息十分微弱 白雾的嘴里 咬着恶朵的血肉 似乎想通过饕贴续命 但他猛然想起来一件事 立马又吐掉了嘴里的血肉 五九瞳孔一缩 挥刀速度更加迅猛 恐怖的刀势在瞬间 将这几只五级恶朵重创 但还无法做到秒杀 白雾只感觉视线豁然开朗 满身恶朵 甚至让他的视线都被遮挡住 隐约中 他看到了模糊的矮个身影 白雾艰难地挤出一个笑容 队长下次别犹豫 白雾断气了 在临死之前 他猜测自己 应该不是最后一次死亡 并非只有爆炸造成的死亡会复活 如果是这样 这机舱里 恐怕就不会坐满密密麻麻的乘客 但五九不知道 白雾临死前的遗言 让他极度自责 身为队长 却没有保护好下属 尽管在过往的岁月里 他也经历过 塔外痛失下属的情况 可白雾不一样 他是将这个聪明的少年 当成了接班人的 五九的眼眶 瞬间因为愤怒不满血丝 万表的数值 因为愤怒一瞬间达到了115 那些方才没有 被他杀死的恶朵 竟然感觉到久违的恐惧 面对一群头等舱的五级恶朵 白雾坚持了两分钟没 距离爆炸还有四分钟 可惜这四分钟 他已经是一个死人 看不到矮个发狂的这一幕 否则内心一定很感动 接下来的四分钟 五九就像是 进入了暴走模式 五级恶朵们 也纷纷准备施展自己的 各种诡异词条 但没意义 当他们拥有反抗这个念头的时候 所谓的反抗便已经结束了 刀光快的超乎想象 绝对的速度与斩切 仿佛比即将到来的 爆炸本身还要恐怖 那愤怒的低吼声 响彻在一众恶朵耳边的时候 恶朵们便已经死去 当整个机舱再一次不恶的时候 五九脸上的愤怒 才忽然有了一丝缓和 火势席卷 这一瞬间 五九终于有些明白了 四分钟后 白雾又一次悠悠醒来 这次他醒来的第一件事 便是检查自己身上 有没有奇怪的变化 在上一幕死亡到来前 出于求生本能 白雾再次施展滔铁 准备给自己回些血 但临死前的刺激 让他回忆起了一些细节 伊利亚长得跟四不像一样 多半是因为滔铁 事实是 上次为了活命 使用滔铁反杀那个肌肉男后 白雾就感觉自己的身体 有了细微的变化 好在是正反馈 肌肉线条变得更加明显 简而言之 言之一 这也意味着 使用这个诡异的序列 存在着把自己变成 对方形状的可能性 还好 要是身上带一道绿光 那我宁愿死在这飞机里 白雾这次运气不错 重生后随机的地点 是在厕所里 周围没有恶朵 总算不用精力复活 就又得死得糟糕开局 他观察了一下这间屋子 之前观察浩克的时候 备注提到了 是飞机藏有炸弹 成了压垮绿巨人的 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找到炸弹 且拆掉炸弹 是不是就能解开 这片区域的谜题 这间厕所没什么好说的 你要找的炸弹也不在这里 不过 你可以尝试在这里方便一下 体验一把物理意义上的 一些千里 你的时间依然是六分钟 赶紧开始干活吧 凝望厕所的门 得到的总体结构评价 白雾放弃了搜索这里 他能听到 外面恶朵似乎在跑动 略微分析 白雾知道 大概矮隔也行了 他的情绪波动数值 又把这些不知死活的恶朵给弄醒 看来 我的猜测是对的 不局限于爆炸的死亡 只要是死在这个场景里 随着爆炸结束 都会再次重启 现在最有可能的是 这些恶朵 经历了700年的相爱相杀 他们已经同仇敌开了 而作为人类 是更美味的食物 所以 接下来很多个回合里 他们都会想办法 吃掉我与矮鸽 大概了解情况后 白雾在厕所里等了两分钟 他猜到 五九或许还不清楚状况 但解释清楚这一切 只需要一分钟 而让怪物们 集中前往五九所在的区域 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这一回合 六分钟的时间里 白雾只打算做一件事 联系上五九 以我目前的实力 接触紫色区域 根本是痴人说梦 但有矮鸽在 起码能隔绝恶朵 算是暂时削弱了 紫色区域的影响 一个负责动脑 一个负责动手 队伍计划布置便是如此 在时间到了第三分钟的时候 白雾又听到了飞机里的播音 各位旅客 我们的飞机 因为受到航路气流的影响 有较为明显的颠簸 请您坐在座位上 系好安全带 洗手间将暂停使用 谢谢您的配合 五级变异的恶朵 能和他周旋一阵子 看来即便是矮哥 要对付这些五级恶朵 也要耗费点功夫 并没有看到 五九暴走模式的白雾 如此分析着 他随即又想到 如果是小可怜红鹰 对付这些恶朵 会是怎么一个场景 队长 我在这里 等着 别动 声音飘渺 狭窄的机舱内 五九的身影 随时可能出现在任何位置 话音落下后不久 他一刀击退了几只强力的恶朵 又一次来到了白雾身前 从爆炸前六分钟到爆炸进行循环 期间我们如果遭遇死亡 可以因为循环而活过来 白雾注意到 五九的万表数值在三十五 超过七十五 就等于高音喇叭 在对恶朵挑衅 我在这里哦 而超过175 则随时有变成恶朵的可能性 多经历一两次 矮哥应该就能平静下来了吧 白雾猜测着 同时继续说到 这个区域时空紊乱 但其实更准确的来说 是原有的时间里 加了一条回路 将主时间比喻为长河 副时间比喻为回行针 我们在回行针里 不断返回原点 但在主时间的长河里 我们也同样在往前走 我这么说 队长你能听懂吗 五九点点头 所以你即便死了 也不会真的死 是这个意思 但我们经历的区域 两种时间规则独立运行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耽误一分钟 在飞机里 我们注定会回到这一分钟前 但对于高塔那些人来说 他们会实实在在地 多等一分钟 耳朵们开始冲向五九 五九往后退了几步 把白雾逼到了仓室入口处 这里算是一个 一夫当关的爱口 他挡在爱口前 说到 有没有离开的办法 有 找到藏在飞机里的炸弹 让其无法引爆 不过 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 要多久能找到 现在还不好说 反正这一局 应该还得死 下一局队长你一醒来 就来掩护我 知道了 不要浪费时间 五九并没有告诉白雾一件事 他已经在竭力压制内心的情绪了 但很奇怪 万表数值 怎么也下不去 理论上来说 白雾带来的消息 是一个好消息 至少他们 有足够的时间 调查这架飞机的秘密 顶多就是六分钟死一次 比较疼 但第一次比较痛 后面就慢慢适应了 死着死着 就没什么感觉了 所以理论来说 五九感觉自己 不该这么焦虑 但他就是 无法压制这股情绪 好在情绪也算是火力吸引 白雾此时 大概就像透明人间一样 可以自由地调查线索 距离爆炸 还剩两分钟 白雾忽然想到 虽然遭遇气流 但却还没有遇到明显的颠簸 也就是说 飞机的驾驶舱里 应该还有恶多在 掌控飞机 或许我可以试试去驾驶舱 也许从机长身上 能得到一些线索 打定主意后 白雾奔向驾驶室 有五九在 它就像是一个馒头 而五九则是灌汤包 虽然馒头近在眼前 但恶多们 还是更愿意扑向灌汤包 小心翼翼地 来到了驾驶舱门时 距离爆炸 只剩下最后十来秒 舱门没有锁 白雾走进了驾驶舱里 便看到了机长与副机长 一个长着海星头 和一个长着海绵头的恶多 露出凶狠的神情 正在驾驶着飞机 他们在成为今天这副模样前 曾经去过一片红色区域 那是一片海域 在那个位置潜水的人 都变成了恶多 不过在进入飞机前 他们还是人类的样子 信息很有限 下一个爆炸几秒后就到来 但白雾还是有了点头绪 也许我之前的思路 是错的关键不在于飞机 而在于飞机上的恶多 白雾只是从浩客 还有机长身上猜测 乘坐这架飞机的 似乎都有着成为恶多的可能性 虽然七百年来 不断死亡 是个人都会变成恶多 但也许这架飞机里的恶多们 并没有经历太久 就成为了恶多 这些乘客是特殊的 他们不是随机地聚在一起 而是有人将他们召集在了一起 但是目的是什么呢 白雾可不想用堆人头的玩法 不断地死亡来获取时间 他必须要最短时间想到答案 不 愚蠢的探险者又一次葬送了性命 那么下一次 他会不会和聪明的眼睛 一起找到答案呢 飞机再次爆炸 五九与白雾也再次醒来 这一次 他们二人的距离很近 两个人都在三号经济舱里 白雾甚至不需要求救 五九便直接杀了过来 跟着大佬混的安全感 没有持续几秒 白雾们忽然发现了一个怪事 队长的万表数值 变成45了 糟糕备注之前提到的 队长撑不住多少次 难道是指情绪下线的叠加 夫人并没有挂断电话 他还有一些疑惑 你为何知道会长的序列 白雾之后